超人訂強國貨 撤資祖國很明確 這裏是超人旗下 在廣州黃沙站上街附近的西城都會廣場 屯職又或者籌備了十幾年 但是開張了一年未夠 那場今年年頭都水淨鵝飛 吉舖處處 今個月我們再踏上去看看 大型年初商舖陸續開幕 得租率由今年年力的六成六 現在已經升到八成五 交通改善、租戶看好 整體廣州商場租務代理亦拆 因為商場的供應是多 所以不一定每個場都滿 但如果位置比較好 基本上需求應是很大的 如果你是一些二、三線位 或者是人流汪汪的就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整體各個零售業 就願意贏過的氣氛是好的 這些有潛質繼續生蛋的業務 竟然都成為超人走貨的目標之一 長和系在上個月二十九號宣布 以三十二億 將西城都會廣場連停車場 賣給一間離岸公司 不禁令人懷疑 李嘉迪資金不只要撤出香港 即情不會撤出中國 有分析說要賣內地商場 多數一是未開始發展那間就賣 一是就撤幾年 覺得真是做不住才賣 現在超人在半路中途訂貨 比較罕見 現在還要是在業務改善那間買 不是撤資的話 又會是甚麼原因呢 連近日桃色肥文 前到想深刻的黃石 早前都在微博說 證明的李嘉誠賣物業是一個訊號 那訊號又是甚麼呢 就沒有說到 看回超人的味頻頻訂貨 賣白街又賣上海的寫字樓 今次還殺雞取卵賣商場 超人設資中的意圖 真是越來越明顯